食品云连接农产品检验结果数位化 哇,今天的晚餐有炸地瓜条耶 嘿嘿,今天我们班的营养午餐也有炸地瓜条哦 哦,正好,好希望午餐都是我爱吃的菜哦 学校的午餐都是经过特别安排的 所以一定要每样菜都吃才能摄取到均衡的营养哦 妈妈也是每天都要注意晚餐的搭配呢 不仅如此,我还会特别挑选安全的食材来源哦 嗯,那么学校的午餐也会选择安全的食材吗 哎呦,对呀,你们吃的食材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有没有检验记录 哎,妈妈,问一下你们学校好了 想知道学校午餐的食材是否安全吗 很简单 现在政府透过云端资讯平台 把教育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和农委会生产追溯资料借接 不仅让学校可以轻松查到食材是哪个农民生产的 还能查到这些食材过往的检验报告哦 这么一来就可以轻松解决你的问题啦 而这个云端资讯平台就叫做食品云 当食材生产者的产品出货 农委会会随机进行抽验 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将食材送政府认证的实验室检验 食材检验分析的结果会登录到农委会检验记录资讯平台 而现在更是加入了四张EQ食材的检验记录 这些资讯都与教育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相互连接在一起啦 在过去产品如果经农委会检验不合格 学校可以从教育部得到消息 并立即做出应对措施 现在学校只要采购了四张EQ食材 就能直接在平台上查看食材来源 找到这些食材过往的检验记录 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学校未来采购的依据 也就能替学童的午餐安全把关咯 现在四张EQ平台上已经登录了农、鱼、木等多项食材 农委会取样人员透过行动版的资讯系统登录产品资讯 样品在检验中心经过检验 农委会药读所判定产品是否合格后 这些产品资讯以及数据分析 都会一起被记录在检验资讯平台上 而这些资料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 与农产品生产者的检验结果连接后 学校只要登录平台 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检验报告哦 透过政府、厂商、学校的共同合作与监督 106年上半年 抽厂2428件生鲜蔬果及续产品食材 合格率高达95.8% 其中有4张EQ的食材则完全合格 预计整年度将依法抽厌的产品有3000件 自主送厌的也有一万件 这样的成效不仅能建立民众对食品生产的业者信任 也能鼓励业者对自家的产品负起责任 透过食品云将食品资讯串接 搭起良性循环的桥梁 农民生产安全产品 学校使用安全产品 学生吃的营养 家长也能放心 为了做好农产品安全的一个把关 我们药读所已经完成农药检测的一个资讯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扩充 可以把鱼产品续产品的资讯也都可以借接 那目前这些资讯也都陆陆续续的已经在上传当中 那另外跟教育部为了校园食材的部分 我们资讯也必须要借接 所以教育部那边它进货的这些食材 也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查询到它的农药残留检验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跟卫福部的接接我们规划是在明年 现在大家在陆陆续续推动当中 明年等这些资讯包括边境查验还有市场监测的资讯 通通已经上传到这个平台之后呢 或者借接之后呢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食安资讯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为国民的健康做好更好的把关 政府为落实源头把关 推动与强化学校午餐卫生安全自主管理 以建制校园食材登陆平台 借接四张EQ验证标章与检验记录 提供学校老师及家长透明化的食材资讯 在平台上可查询到学校采用的农委会标章食材 同时学校管理者也可以从平台上来查询食材检验的资讯 以及团善业者学校过往接受机查结果的记录 自行查核公餐的品质 不但能及时了解学童当天午餐内容 同时也能看到食材的农产品标章及溯源的资料 掌握食材检验的状况 更加放心孩子的饮食